歡迎大家收看樂活頻道 今次這段短片介紹葵聰一個很少人知 但裡面有很多有趣的公園 有沒有趣就見人見智 看你的好奇心有多大 好像那些鬼佬去到地質公園 他好像撿到寶一樣 因為很多東西他都有興趣 但打卡人去到真的浪費氣 因為他沒有興趣 說回這個公園 很寧靜 人又不多 甚至乎周圍街坊都不知道他在這裏 在公園的一邊有一隻牛瀑了 當然這隻不是生的牛 是一個雕塑 一個公園入面 大家會否有好奇心想知道是甚麼原因呢 原來以前在這裏是一個木牆 叫做瑞峰木牆 一隻會介紹的 在公園中間的位置 也有些殖民地時代的建築物 那怎樣去呢 其實有兩個入口 一個入口呢 基本上都沒有人會這樣去 因為青山公路 維沖段那裏 那裏是大斜路上面的 我建議大家 在維沖職業訓練局那裏 沒有理由這麼笨 但是這個世界有些笨子 好像我那樣 就在維沖聖山公路那段 在那裏下去的 這個神秘的公園 其實只有一個喉山下面 公園面積大 但是人就少 看來只有幾個神魂客 有些人在這裡休息 那進入公園裏面 去了斜坡球場的樓梯 就看到一座建築物 剛剛其實是在公園中間的位置 這個建築物叫做 曾氏瑞峰牛場 以前那個位置 不知道多久之前 我都要參考資料 現在變成康民處的公園辦事處 建築物的外牆 就鋪了一些麻石 就像以前五、六十年代的公園一樣 其實是一些貼物 雖然說是貼物 但是對於現在來說 就很有歷史價值 但是沒有評級的 走過一些位置 就看到那個牛的雕塑 趴在地上 為什麼有隻牛 都沒有資料展示 很奇怪 既然這個雕塑 放在那裡 但是又沒有指示牌 說是什麼 就是浪費了一件事 沿著牛的雕塑 一直走到VTC 那邊的位置出口 我看到垃圾桶 有區域市政局的標誌 綠色的 大家去留意一下 眾所周知 現在就叫做食環柱 相信都沒有什麼朋友去理這些東西 有Lix 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在這個公園裡面 就是一個日規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麼 日規是什麼 就是古代人們沒有標誌 就靠那個影 投射在平面上的 時間顯示 當太陽一動的時候 陰影在柱子裡 反映了那個影 顯示當時的時間 不說你不知道 人類用這個日規的時間 是非常之長的 最遠古的時候 就是巴比倫 六千年前已經用了 中國就是三千年的周朝 那次用 日規不只是顯示一夜的時間 還可以顯示節氣和月份 這個也是很厲害的 這個印象中 好像在元周角山 和在天文公園有一個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但是這個近近的 可以在中葵聰公園 去見識到這個 這麼厲害的古文明的發明 其實我覺得 所謂親子活動 未必真的 要參加一些playgroup 什麼行商場 那些東西 其實行公園 尤其這個 有些 學到東西 或者見識到東西 都不妨去看看 花一點時間了解一下 還有一些學習 有延伸的學習 當你對這個日規有興趣的時候 可能你想了解一下 古文明 例如那些人類進化史之類的東西 其實希望大家 多一點好奇心 雖然一個很普通的公園 但是當你有一點好奇心的時候 都會發掘到很多新的東西 好啦 大家如果對於樂會頻道 有興趣 或者想要解多一點的時候 歡迎可以留言 喜歡的話 按like subscribe 和share 現在開始多了人看 尤其我有一段影片 是關於西利哥那段 我都幾恩惠的 這件事 每天多一點人 最希望解禦時日 可以積聚一班人 自從道合 可以有個互助社區 就最適合了 大家都可以 有個互助社區 回到以前舊的社會 好啦 不說太多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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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